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龚老师 这里是龚博士钢琴课的YouTube的频道 今天是我们的钢琴技巧系列的第三讲 大家看这是用的是龚小强幼儿园钢琴教程 然后我们今天是接着我们上次讲的1.1 1.2 今天我们是1.3 今天是2021年11月12号周五 我们今天讲的还和我们以前讲的方式一样 我们是由1.3里边又分做1.3.1 1.3.2 1.3.3 和我们原来的第一讲第二讲一样的结构 我们第一讲 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还是先讲一个理论的问题 然后我们对这个学习龚小强幼儿园钢琴教程里边的第一单元的第三课 做一些演奏的提示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演奏这一课经常出现的问题 这种pattern我们这种教学的方式 也是钢琴教学通行的最普遍的接受的为大多数钢琴老师在课堂上教学所采用的教学的分隔之一 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一些strategies and tips 同时对演奏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也就是哪些常见的错误 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们这个系列是讲的钢琴技巧 也就是讲的钢琴的键盘的技巧 怎么出现怎么演奏 钢琴的学习 它你需要学习师谱理论乐理 需要学习风格 需要学习音乐识 识唱链耳识奏 识唱乐曲等等 我们这里是以钢琴演奏的技巧 作为我们的中心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部分 也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1.1里边我们讲了连奏与断奏的理论问题 1.2里边 我们讲了做的问题 就是演奏 我们都是做在琴凳上 来弹琴演奏 所以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经过了上次两次准备 今天我们要谈这个问题的 就是更核心 我们就是谈到了 初见 手指的 使用 对不起 我现在 翻译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 有一关键 就是这个书肌的问题 就是pivot 看着这个 我们讲这个 手位 手型 手指的站立 手位呢 就是 position 也就是 手的一个最基本的演奏的时候的一个手型 还有手指的站立 这三概念 联系在一起的 也是你开始弹奏 我们这1.3的练习里边的一个前提 我们这1.3你看到 它只有一音符 但是它这个音符呢 是在不断的重复 当你重复的时候 它就会牵制到一些具体的重要的问题 我们这个接下来马上就要谈到这个问题 手位和手型呢 最基本的原则呢 就是 我们手型当中是握着的 就像握一个小球 握着的时候 它这个手有一些特征 就是这个手掌 这个 我们把这个叫第一 第二第三关节 这个关节呢 应该是握着的 这是我们演奏钢琴的基础 另外这个手指的站立呢 就是当你弹着第一个音符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C 你手指在握着这个基础上呢 它是应当和这个琴的表面呢 它是立起来的 不能这样 对吧 你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是它要立起来 这样呢 它符合一个基本的力气的原则 就是能给力量更集中 你后边的这个 你的手臂的重力呢 它更能更充分的 将那个重力传达到这个指尖 传达到这个琴剑上 把它打下去 力量更集中 就是我们说好刚用在刀刃上 它就是那个力量呢 更减省 也就是说是更聪明 这就是手指的站立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只能在这点到这位置 下面呢 我们就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还是1.3.1的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理论的问题 这个pivot它的意思是一个机关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事情的关键的信息得到了汇集 然后能够去完成一个任务 在这地方就是我们去打坐钢琴 我们谈这个呢 每个老师他对学生的启发的这个侧重不同 每个老师对问题的理解 也各有自己的观点 那么我们在演奏 这一个音c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演奏所有其他音的普遍的原则 这普遍的原则 就是当你的手 弹下了一个琴剑 弹下了一个琴剑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书记 他的意思就是 关键 关节 这个翻证中文就是 一个书记pivot 这是你演奏钢琴的这个窍门在哪 这个机关在哪 这个法门在哪 也就是 福家讲的 你的这个禅机在哪 我自己提出来一个 为初学的小朋友 大部分老师都会强调你的手指啊 手腕啊等等 我们在这个地方强调一个你的这个elbow 肘部 我们前的这个 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 这是我们之前来讲的 How do you use your elbow 你怎么用你的这个 胳膊肘 胳膊肘它提供一个调节作用 胳膊肘的使用 它是提供了你的肩关节的 它的运动 在这个肘关节 调节的基础上 大臂和小臂能够通了协调的 将这个力量呢 传递到指尖上 这还要具体的上课的时候教 我们这种教学的方式呢 我们是介于柏拉图那个对话体 和一个 我们假想中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朋友 在这学琴 还有家长呢 也帮助小朋友学琴 我们就在对他们解释一些理论的问题 并不是有一个小朋友 或者我们这是一种 我们这个钢琴教学的一种文体 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这种教学的一个样式 一种风格 那么你用这个elbow的时候 我这提出一些基本的要领 就是 你弹琴的时候 你手指弹在琴键上了 完了以后呢 你还要弹下音 在弹下音的时候呢 你呀 这音的要过度的下音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胳膊肘 在按着这个琴键不动的时候 你要想让你这个手指 能够稍微的拎起来一点点的时候呢 这就非常有用 这个很像是 你在月球上 我们人类迈出了小小的一部 Armstrong 一个宇航员 但是它是人类的一大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面包含了一些 所有的技巧 我们对月球引力 对太空 对这个低宇宙速度 等等 这钢琴的学习也是这样 当你这个手指弹下来以后呢 你要进行到 迈出第二步 就是也就是你迈一步 你是先落下来了 降落到地球上 月球上了 月球上你迈出了一小步 月球的引力和地球的引力 是不一样的 是吧 月球的引力 地球引力是9.8 加10 月球的引力大约是三分之一 对吧 那么你这个要到第二步 就是你这胳膊肘呢 要让它能够拎起来一点点 这是你要主动的使用你这个肘步 L步 我们就点到这儿 大家一定要体会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你搬门弄斧 它这个机关 这个窍门 是在这个L步的使用上 哎 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 接下来我们就提示一些 演到这一课的一些要力 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三点 嗯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 经常发现的小朋友在课堂上的小毛病 各种各样的手指僵啊 不协调啊 我们在这个分析啊 也避免这些问题 好下面是我们讲的 1.3.2 我们今天的第二这个指示点 我们就是 出键的提示 你看这只有一 第一 郭老师已经在这儿 啰啰嗦嗦嗦这么长时间了 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具体的 我们就是提一些 就是手指的出键呢 开始呢 你要轻轻的放下去 就是不要去砸那个琴 轻轻的落下来 然后你去体会那个声音 看你弹那个声音 你落下来有多重的时候 那个声音呢 它的共鸣有多好 你尽量要找出一个最美的音色 听起来特别的丰富 特别的deep rich beauty 啊 然后就是说这个手腕的出肩 手指的出肩 对吧 这是手腕的出肩 然后呢 手育肩关节的协调 这三点 就是你要先建立这个概念 最后呢 就是演奏这个的时候呢 他这个手指呢 你需要把它抬起来 然后第二个手指抬起来 第三个手指抬起来 第四个手指抬起来 这时候你这个胳膊肘呢 得有某一种的协调 好 这是我们演奏的提示 就是你学习的时候 弹作这首曲子 可以用上面这三种出肩的手法 手指出肩 手腕出肩 还有 用肩 当然手也有协调 而不是肩呢 是这个 手臂 就是上面这个用的更多一些 这种在蹲走的时候 这需要我们上课的时候 具体辅导 同学不能在这个 指上谈病 抽象的谈 像我们经常犯的毛病 你看这是第一条 你就要注意了 一个就是大指和二指之间 的一个 当你用大指的时候 这二指呢 要非常的处在一种自如的状态 随时可以用 不要用大指的时候 把二指给弄僵了 对吧 你这个二指要僵了 这是两个协调 第一个就是这个肩关节的 就是你能够提回到你的这个大臂 当你这个胳膊肘 当你把你的小臂和大臂 多多少拎起来以后呢 你能感觉到一个重力 而且你感觉到你的肩关节呢 它向往下落 往下垂 这个 这就是肩关节 你要去 当然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必要 那么的 过于都有负担 手指的高抬 这个是演奏这个 用第一种初见手法 它是要有这个意识 因为这个是不抬手指呢 就很容易弄僵 好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谈的 主要内容 每天呢 差不多就是15到20分钟的一个时间 太长了以后呢 因为 大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听 我们这个 好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下讲呢 我们就讲第二单元 今天这是第一单元的最后一讲 我们再重新分析一下 我们的这个 教材的结构 每点三的都是一个 Axis 五指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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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学习钢琴的基础 谈完这个以后 你就可以学习练习区 这是我们每一个单元的 点二的 然后点一是个作品 好 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